TBS 陳建快訊要帶您掌握國內外 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首先要帶您看到的是政治焦點 前新竹市長高鴻安因為涉貪被停職 而現在傳出這個令委黃國昌 有機會要來挑戰新竹市長的位子嗎 根據ET TODAY的報導 這高鴻安停職之後呢 其實柯文哲就有意讓令委黃國昌 要來挑戰2026的新竹市長選舉 其實黃國昌表示呢 其實他對現在的代理市長 邱成遠其實是非常有信心的 也代表他可能不會做這樣子的選擇 同時黃國昌也宣布 如果2026年沒有辦法在新竹市 新北市議會成立黨團的話 也會向柯文哲來赴金請醉 更強調呢 說現在就要跟大家牽著所謂的生死狀 麗拼要在2026年 讓台灣民眾黨呢 在新北市的議會 有個漂亮的黨團 好可以看出來這個民眾黨呢 其實還在積極的布局未來 但是這主席柯文哲 卻又是再度的失言引發爭議 根據Ttoday的報導 這柯文哲在接受專訪的時候提到 金華城案 不小心脫口而出 說對啦圖裡哪個地方不合法 這個一出呢 其實也引發政壇的討論 而台北市議員許淑華就批評 這柯文哲根本是不重視 所謂的人民權益 指出這金華城是透過都更獎勵獲得一瓶換四瓶的優惠 之一根本是土力財團 而不是要來幫助市民 許淑華也說了希望大家不要被柯文哲的話術給誤導 也強調柯文哲的言論背後其實是精心設計過的 要來降低事件的嚴重性 今天需要帶您看到這迪士尼樂園 先前這員工就在醞釀要來罷工 甚至還上街來抗議 因為他們說現在的薪水實在是低到 連房租都付不起 不過現在有好消息了 因為現在這個勞資雙方是達成了最新的協議 根據UDN的新聞報導 這迪士尼樂園的度假區員工工會 是宣布會員已經批准跟公司簽訂 為期三年的新版勞資合約 要來避免40年來首次大規模的罷工 而這個新版的合約裡面包含什麼 其實就有基本的工資要立刻提高20% 而且在合約期內是要再增加6.10的美元 甚至必須改善這個所謂的出勤政策 還有並駕的制度 而這項協議是由代表約 一萬四千名員工的四個工會組織 一起來達成 預計會改善員工的工作條件 還有生活上面的質量 今天需要帶您看到的是國際焦點 這烏克蘭有機會獲得這個新武器 或者是這個戰鬥機了嗎 根據《就事報》報導 其實美國現在已經同意了 要來運交烏克蘭的數十架F-16的戰鬥機 而且也配備其他的先進武器 最主要就是要來滿足烏克蘭最破戒的需求 而這個裡面其實也包含所謂的空對地 空對空的飛彈 還有炸彈精確的導引套件 甚至除了美國之外 丹麥還有荷蘭也預計 在今年夏天提供烏克蘭第一批的F-16戰機 而稍後比利時跟挪威 其實也有意要一起要來提供 只是其實過去最大問題 還是這個飛機的關鍵武器的來源 到現在都還沒有解決 美國高層的官員就透露 儘管五角大廈的庫存 還有生產能力有限 但還是有信心 要來提供足弓的數量 來指引烏克蘭的軍事需求 最後帶您回到國內 這雞排妹先前是控告醫美診所 但是現在是被判敗訴了 根據中時的新聞報導 鄭家淳控告高雄 元和亞的醫美診所 沒有經過授權 就使用他自己的照片 是求償150萬元 但是法院現在判決出爐了 他認為這個診所 是必須要來拆除廣告的看板 但是針對求償的部分是駁回的 而這主要的爭議 就是雞排妹跟診所 其實曾經簽立合約 要用廣告來交換 所謂的整形服務 而雙方也因為沒有 明定使用的規範 所以才會產生爭議 變成這次的官司 但是現在判決出爐 網紅陳妮則是發文之一 這雞排妹的指控 而且還引用這診所的回應 說唯獨人心難診 也引發了網友討論 以上就是為你掌握到 最機實的新聞內容 TVBS大運動家 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 一起All in